咋看今天选秀大会有天赋有潜力的正反模式落选 你觉得中国现在球员本身不行 还在别对中国市场失去了兴趣 原本也没有什么中国市场 我之前在场那会儿就讲过 包括这个周琦啊 陆玄比当时很多人强调说 周琦啊就是因为有中国市场 所以呢才被人家球队选中 那你可错了 火箭队为什么选周琦呢 不是因为中国市场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火箭队以往那会儿有用中国球员的 这样一种这个经验 他了解就是来自于东方世界 东方古国 他们的一些球员不白给 因为姚明在火箭队内留下的印记 可以说非常深刻 因此呢 包括老板以及这个管理层 他们才感觉再挑一个中国内线的 能不能复刻以往姚明的奇迹呢 所以他们有这种念想 不会说什么为了中国市场 这都扯淡 你要了解啊 NBA其实呢 他一支球队啊 这个规模版图啊 每年这桌想要争夺冠军呢 所花费的 那可以说是一个数亿美级 那一般来讲 你比如养一只球对象 修灯火箭这种 光工资呢 就得是1.2 1.3亿左右 再结合其他呀 各个方面支出 开销 这个不在少数 你仅仅就是签一个周期 你就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了 转播率提高了 转播率提高跟火箭有啥关系呢 没有关系啊 那都是你是国外的观众 你买早就已经买断版权了 所以说引进一些广告之类的 能有几个广告呢 而且说的话现场啊 很多这个 你比如说球 这个篮球架上这些广告 不怎么值钱 你是引进几个 你不来 也有当地很多企业来 这广告卖你也是卖 卖其他人照样卖 不说人就卖不出去 尤其像修灯火箭 当时这么知名的一支球队 那是正贯的两个种子之以 相当于足坛黄马爆发 人家可能因为你这个 有什么背后市场就欠编你 那都纯属扯淡 你不去买这个广告位 有的是其他企业买 全世界营销 这恩别球队 所以当时你像说什么 周期 就是因为 这个中国市场 哪有啥中国市场 人家没怎么落到什么 额外便宜 而且还给周期开了工资 再者一点 你不要忘了 如果他仅仅是因为市场号召力 就是把这个冠军球队当中 很难得的15个名额里 尤其冠军球队 每年的学有权又少 花这么一个非常珍贵的选用权 他就挑一个这个中国球员 就为了中国市场 赏了这个其他球员的心了 你有没有正事呢 那你就是为了做市场 你不为了整乱呢 你就占用一个宝贵名额 肯定是不行 你不好像现在金正宏市 每一个名额至关重要 哪怕齐奥萨这个名额 那接下来呢 都得是狮子再甩 然后才能定夺 你要说有中国市场 那之前定员宇航 包括很多这个中国球员 阿卜都沙拉木 再结合这次郑帆伯 郑帆伯外形长得又帅气 而且呢 年纪又挺 为什么没用呢 说明你还不行吗 不就这么简单吗 说明当时周期就行 这才是周期 能被选中的最关键原因 40多顺便被挑中 而且又是 蓝坛啊 两大顶级豪门 当中之一 被选中了 当时那个阶段 确实是豪门呢 修正火箭的 那跟勇士队争奉 离职球队啊 挑队周期 留他留用了 差不多将近两年呢 已经是给足面子了 所以说明周期 还是有两下的 在NBA 人家也是垂涎于 就周期他的地位互捆 以及呢 潜在的 一旦说成长起来的话 他形成的一种 拉开空间的效果 五号位置上的散地 挺罕见 这种球员 所以当时在挑周期 没有什么中国市场 你要是没被挑中 能那不行 你要是中国市场那么好 到时 正反博咱没进去呢 之前我就讲了 正反博 NBDR你知道 他场均数据多少 场均四点几分 五分左右 十七八分钟时间 场均五分 整个点燃队 对那最次的 场均分也在四分附近 他就接近倒数 这个正反博 那你在NBDR 你都力不稳 当年周期在NBDR 什么水平 基本接近20加10 当时的 你再看正反博呢 就这点数据 你没有记载力 最多潜力呢 在CBA看来 是个绝对的潜力股 在NBA看来 你根本不叫潜力股 你就是个记载力 去了 所以就没挑中嘛 大概率是挑不中的 你要有中国市场 那之前的中国足球的市场更大 对不对 那皇马八杀 怎么不挑个中国球呀 那根本 那就没有这一属 而不在乎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